阿元 互相打手枪呢 这部电影 给出了答案 故事开始 在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的 中国东北 当时东北 正被日本军侵占 一个狡猾的商人 要把一张藏宝地图 卖给日本人 但同时 他又派出了 手下昌二 去抢夺卖出去的地图 先买再抢 真是心急表 但是在载有 日本人的火车上 昌二的抢夺行动 却没能成功 因为怪盗老九 抢先下了手 而与此同时 受雇于朝鲜独立军的阿元 也前来争夺地图 昌二和阿元展开了相战 但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 反而是老九先逃跑 于是两方开始追逐老九 由于没有完成任务 昌二被商人老板羞辱 自尊心强的昌二 于是干掉了老板 夺取了老板的金钱 取代了老板的位置 这才叫真正的逆袭 但获得金钱的昌二 却没有满足 他真正想要的是 武林第一高手的位置 另外他曾经被一个外号 叫手指鬼怪的人教训过 看掉了他一根手指 而手指鬼怪正是老九 老九在被昌二追捕过程中 把地图转给了奶奶 但是很快 地图又被老九的小伙伴拿走 倒霉的老九 虽然躲过昌二的追捕 但是没有躲过阿元的 老九被阿元俘虏 而昌二找不到老九 就在市场上 找到老九的小伙伴 并对他进行了逼狂 赶来的阿元和老九 与昌二在市场中 展开了枪战 老九虽然没能 顺利救活小伙伴 但是却拿回了地图 老九和阿元在枪战中 产生了革命友谊 决定一起去寻宝 一路上老九得知阿元 误以为昌二是手指鬼怪 并打算捉拿昌二 于是老九趁着阿元熟睡 带着地图跑了 而同时 东北的一队马贼 也在追寻宝藏 日本的军队也闻训而来 于是很快就有了 荒漠上一群人 追着老九跑的一幕 结果到目的地的时候 只剩下老九阿元 昌二三人 此时眼前的景象 让他们吃了一惊 原来这并不是 什么藏宝地图 而是一张石油地图 不缺钱的昌二 这时候才说出他的目的 他要成为最强的人 要PK干掉老九和阿元 于是在他的提议下 三个逗逼站成一圈 互相开枪 结果很显然 武力最不济的撑二死了 武力第二强的老九 因为使用B蛋一活了下来 武力第一强的阿元 被赶来的小伙伴就走了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